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真理 这是我们跟你们之间的关系的总结 所以说我们今天不是来主动攻击你们 而是为了更好地团结你们 你们跟我们是一样的 都是劳苦大众 只不过是因为这些日本人啊 到了咱们家门口撒野 咱们是为了自己 为了父母 为了兄弟 为了姐妹 而出来跟他们斗争 所以最后总结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 不打中国人 哈哈 行了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一会儿呢 大一会儿在我们这儿吃 你们是客人 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沾了你们的光 我们也改善一下生活 好吧 请问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是谁说的 怎么了 我说的有什么问题吗 不是 我心服口服 说的太好了 谢谢 这句话不是我说的 这是我们军委主席毛泽东同志说的 那您是文书 说的这么好 今天啊 这位给大家讲课的 是我们的支队政委 您是他的保镖 我是这里的支队长 不好意思啊 行了 兄弟们 也上了三个多小时的课 大家也累了 那就收拾收拾 一会儿咱们准备吃饭 咱们准备恢备吃饭